有关活动消息来看到投诚阴浪节将要在7月8号正式登场 活动非常多元包括了今年的全国木球锦标赛 会在9号和10号两天盛大举办 同时也开放给民众自由体验 大人小孩都可以来玩玩看 在镇长跟木球主委的共同开球后 宣布全国木球锦标赛 7月9号10号要在沙子细枝的港澳沙滩正式登场 镇长也率先来体验 同时邀请全国民众来投诚 参加阴浪节 跟我们宜兰县第一位木球员会 共同举办全国的沙丹木球比赛 最主要是要说借着这个木球比赛 能够来推展这个沙丹运动以外 另外能够让这个地方 让我们木球选手知道 这个地方比我们亚沙这个场地更加为美丽 希望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成为国际沙丹运动的地方 投诊港澳沙丹 我们知道有山有水 所以是一个陆海公3D 相当休闲旅游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但要引进很多水上的运动 跟健康的沙滩运动以外 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2016阴浪投诊 及附属所有的这些活动 能够把这一次的这种阴浪投诊炒热 让我们投诊的观光能够提升 木球委员会表示 港澳沙滩的优质环境 已经成为亚洲杯的选拔场地 所以希望更多人来加入这项 不分男女老幼的健康运动 亚洲杯的沙滩赛 那在台湾地区 选拔都会利用我们港澳这边的场地 来做选拔选手 所以今年我们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那么我们陈盟政长的指示 我们来承办 协办这一次的 这个全国沙滩比赛 全部我们在25号报名截止 那目前有17个球队 那参加的远远是有216位 公所表示7月9号10号两天的 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特别开放民众来免费体验 还有教练指导 欢迎大家来报名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